你好,我是Amazon,欢迎来到Good Talk,讲得好,哪个讲得好呢?圣经讲得好 现今的机会,要爱惜光阴,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,不要作糊涂人,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书所书五章十六至十七节,我们不应该质问神是不是愿意给我们任何我们所需要的 相反来说,我们应该以传言的信任地说,我相信神一定会照顾我 但是我不明白他的计划,也不完全明白他如何成全他的计划 因为这样,我们就必须善用所有每一个的机会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,以赚取生活所需,为了能够健康地活着 我们必须摄取牛奶,食物,有衣服等等 这些就表示我们必须要生勤种地,并且收割地里面的出产 为自己赚取生活所需,是神所给人的责任 我们不能够因为神应许要招呼我们,就用这个做借口不做事 如果是这样呢,就不对 神并不是要我们行懒吴辛勤 他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 你必汗流满面,才得户口,直到你贵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,创世纪三章十九节 他又说,地必给你掌出,荆棘和贼来来,创世纪三章十八节 以上的文章是来自马丁·路德·马丁·路德的作品 《信心日人 by faith alone》 愿神祝福你 《信心日者違》 感谢观看